字幕提供 上集主持們邀請了他們的朋友 一起玩遊戲 暫時由Win Win Marco對領先 為了贏 大家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究竟哪一對才是真正的好朋友 今集繼續《困獸道》 這次我們會玩《困獸道》中 其中一個經典遊戲 玩家頭上會有一個人物名牌 然後大家要輪流發問問題 其他玩家一定要回答真實的答案 根據得到的提示 大家就可以猜猜自己的人物是哪一個 很好玩… 我們要做甚麼 好… 給提示 我們是否在那裡打氣 有嗎 說得多了 我們馬上來第一回合 我想問我的卡通人物是嗎 是嗎?也有 即是有真人版,又有… 這次是另一條問題 對,我不會再回答你了 好,我問 我想問他還在嗎 我看不到 還在嗎 在嗎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這條問題 我看不到這條問題 我看不到 可能他是經典人物 我不知道 我這個人是… 真人還是卡通人物 他這個樣子有點像卡通人物 但他是真人 你的動作很好 他不是玩東西,而是幫了你很多 是 我想問我這個人是否經常曬太陽 我跟他不認識 所以我不知道他經常曬太陽 但看過世事不是 好… 對,我這個人是否一個搞笑的人 他很搞笑 他搞笑了,所以他做了 然後就很可憐 搞笑 你笑了多少時間 其實他是搞笑 如果他不要那麼紋身 不要搞笑,他沒事的 即是不搞笑 不是,很搞笑 好,很搞笑 我想問是否會飛 我現在嚴重懷疑 這個人是看過答案 怎麼看 站在去看題目 是否是卡通人物 你剛才問我,我也回答你 他有些卡通人物 但是真人物 好… 他懂得飛的… 我想問這個人是… 他是從事哪一行 有很多 其實他有… 他為人熟悉的那一行 全部都熟悉的 他有做警察 他之前試過… 有卡嗎 在女性… 真的嗎 他試過在女性內衣服… 做設計的… 但他有時… 然後他又說轉行 然後他做警察 有一次他去了泰國 然後又不知為何… 做… 對… 炒車 對… 你是演員 不是,他做了消防… 我覺得他是演員 不是,你是演員嗎 我想是 不是,我現在說他事業 他是否一個香港人 也是香港人 應該是香港人 應該是香港人 這個人是唱歌的嗎 你不算嗎?你別說你也是 他不算的話,他就是 我這個這麼搞笑的人 他曾經搞甚麼笑 你記得的那次 剛才說的,我記得說一次 他只搞了一次笑 就搞了很大的笑 其實他類似放飛機那樣 對 因為古墩有一個朋友在那裡找他 然後他不停射球… 不停射球… 不停射球,不停搞笑 然後跟朋友在那裡搞笑 然後搞笑,然後搞笑 然後就搞笑 然後搞大粥 搞大粥 對,就是這樣 就是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你做甚麼 靈改片,坦白說 我現在有一個人是拿來一串 不是,真的 你以為是看一個很大的烈 但我沒有頭緒,這刻真的很新 不是,這件事就是教曉了 大家千萬不要射球和放飛機 不然會很糟糕 責任感很重要 很重要… 我先猜猜,可以嗎 是 是否鄧子豐一樣 你錯了 不是,但他很適合 你又是自家通人 反而又是真人 對… 我想問他通常穿甚麼衣服 奇怪的衣服 到我問了 你問吧 說一套他最經典的作品 我在想甚麼是最能夠代表的 因為我想幫你 你的樣子很真誠 很奇怪 我想問,但我忘記了 我幫過你找過你 你想起來嗎 有 他有一套經典作品叫圓月灣刀 就是要這些… 圓月灣刀 圓月灣刀 圓月灣刀是真的有的 對… 你有看過嗎 有,一定每個人都看的 你覺得我沒看過嗎 你… 圓月灣刀 神經病,圓月灣刀 不要打圓月灣刀 是說的嗎 我記得,好像是古裝 對…你有沒有看圓月灣刀 我記得是古裝 我記得是古裝 對… 他最主要被人看見 經常做的… 一個職業是甚麼 古惑仔 一個職業 古惑仔 對,他經常做古惑仔 而且他做過監獄,他又坐牢 前陣子出了歌,唱一首團歌 可以說三首他唱過的歌嗎 祝你生日快樂 對 有隻雀鳥跌下水 一定要唱… 一定有唱歌 對,雀鳥跌下水,祝你生日快樂 還有… 祝你生日快樂 要派台的… 你過了兩兩三個月 過了 你走一走一走 走一走 他派台的… 就是祝你生日快樂 因為其實歌曲有派台 不,他會唱歌 他是不是一個歌手 其實他有寫過歌 他有寫過歌… 他有寫過歌 他可能是一個創作人 創作人 作曲人,無論如何都是 對… 他寫歌曲很長的 很長的 他唱到一首歌 是很長的 對… 對… 你知道手很長的 很長的 我知道哪一首 你們快點猜中吧 我想放棄一點 他拍甚麼電影 其實某程度上 他拍的電影就是他 對… 對,這樣說 說三首他唱歌的歌名 有,他有三首歌 他唱的 第一首是《丹正》 第二首是《天真》 第三首是《宇宙無限》 很準確 我真的沒有騙你 很可憐 很可憐 多給你幾首 第四首是《背面》 第五首是《放任天使》 接著… 這首最厲害了,配我 我真的不騙你 綠手 綠手 我真的不騙你了 你剛才… 你說完我也知道答案 我問你他拍甚麼電影 你說我不知道 我現在給你綠手 超精準的 節目中說要精準 我精準到瘋了 《背面》 《背面》 還有《背面》 是否是廣告歌 不是,他會出唱歌 我又多給一個了 是唱歌 你懂得唱甚麼事 尊重點 你也是剛才搜尋才知道 《背面》 我真的很喜歡唱 對… 對… 今天就要鎮三分鐘 對… 我這題問題要被全部人收聲 我只問副歌 剛才你提及到的這個人 在最近這個團國 他跟誰一起唱 我幫你答你 一定答得緊 跟Jeffrey 你可否多方面形容這個人 即是外貌 有很多 身形 他胸肌比米媽大 泰森Yoshi 適合 太厲害了… 他作過滿江紅嗎 又放人家飛機 還說了12次 十二次 他也是史上拿得最多金牌的人 對… 哪個女人 好,我們第二回合 小時候開始 他是現在真實存在的人 我想也有一個這樣稱呼這個人 應該有 應該會作名吧 他有存在 我想問這個人是做甚麼職業 軍隊 他加入了五個 算是軍隊嗎 是…他加入了五個 他不是女人嗎 甚麼 是女人… 女人和女騎士 女人和女騎士 不是… 美國有多少女軍人 對 好… 這個人在生嗎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嗎 可能不在生 我覺得是在生 我的高度大概是多高 我知道… 他高度… 大概是這麼高度 不是… 這麼高嗎 不是… 他本身那麼高 不是,他高度是事在人為的 不是,看看那裡… 是… 無所謂的 看看他想多高 而且看看他想多高 大家想多高 看看別人想他多高 對… 即是你算是多高還是他多高 事在人為… 我真的不知道你負責,大哥 我看到你 這裡有甚麼謊言 他在生的 在生… 我頭上的那個是… 不是名字 是名字 一開始就說是名字 自從他有了這個名字 沒有人叫他真名字 對… 這個女人是長頭髮還是短頭髮 甚麼時候都有 她有試過短頭髮 但她多數長頭髮 好的 她是否是外國人 又是另一條問題 這個女人結婚了 是 我想有結有不結 她是一個可以結婚的人 是嗎 我想問我這是甚麼國籍 甚麼國籍 法國 法國的 法國… 即是她現役是法國 她現役是法國的 你說甚麼 因為你知道其實像香港一樣 對不起,不是意大利… 不是,但她現在是法國 現在是法國,那不是意大利人嗎 她是國籍 你能住久就會轉了國籍 在香港也是這樣的 我轉了國籍嗎 住滿七年,就是香港人 是這樣的 她還沒住舊 她住在法國七年,她是法國人 她還沒住舊 但她真的是意大利人 我猜 她還沒住舊七年 不是… 新的那些,搬的那些是她的分身 她是火藝 對,應該搬的那些不是真的 你認識嗎 對,來吧… 她做甚麼職業 推銷市場,推銷產品 多範疇… 她說甚麼文字 她有說很多不同的文字 好,即是有喜歡的,不知道 我第一次聽她聽廣東話 你第一次,我也是 很難… 她是一個軍人 她在哪隊軍隊裡參與呢 你想要哪隊軍隊 她… 你想要哪隊 燕翼… 燕翼嗎 燕翼… 燕翼就沒有了 燕翼軍隊,哪隊 燕翼是… 很可愛 虛構人物 即是卡通或… 甚麼都有… 虛擬人物 甚麼都有 可以是… 可以是真實 可以是虛構 是否漂亮 漂亮… 笑得特別漂亮,很甜 公平是漂亮的 女神級 你做過最有名的事是甚麼 你很熟悉,有甚麼最有名的 因為我是隊友 如果我說得太… 不要說得太出 沒所謂,你試試說吧 最有名的話,我會… 其實她一開始第一件局 做得最有名的事 她是去騙人 我猜是否鄧麗英 對… 第三關,Win Win Marco隊 已經遙遙領先 誰勝出已經很明顯了 不過看看其他隊 如何做最後掙扎吧 然後我們會玩地毯常識搶搭賽 每一隊要派出一個人 放在毛巾上 然後鬥快到對面線 取得搶搭拳 然後由另一個人負責答問題 答中就可以獲得一分 但以我過往的經驗 通常飛到過去都答不到的問題 對…你很努力飛過去 但通常他們的問題 都是令你一定答不到的 其實我想玩一塊毯常瘡 其實可以在家裡玩也可以 不,待會有狗子門口 自己在家裡玩,可以嗎 葛朱惠,奧地利的首都在哪裡 你… 你怎麼這麼大做甚麼… 第一是Marco 甚麼奧地利的首都… 阿魯亞圖 你唱甚麼 然後就是保錡 維也納 是對的 我不是想看維也納 保錡,我已經說了主修給你 我忘記自己去 甚麼地方的東西,怎會不懂 丹麥的首都在哪裡 不想帶… 對,不想帶 他才會帶 保錡,答案是… 你太快了 我去不及那裡檢查電話 你很害怕 他現在不知怎算好 丹麥的首都 3、2、1 南冠曲奇 瑞典 瑞典的國家 整個瑞典的國家多生氣 你說我們是他們的首都 來吧 瑞士 瑞士師傅 是錯的 瑞士 北部一棒 阿G 北京 富哥 他認識的… 爆洛斯科 是錯的 新地方 聽到遲 Yanny 起決 好,給提示 補答… 是對的 你真的讀地理嗎 對,他真的讀地理 當然,小時候讀了多少書 其實你的手機在哪裡 沒帶 我一向拍攝不帶手機 Jank是用手機,又用手機 其實怎麼玩 就是了 你… 我第二… 你問錯的 好,剩下的位置 我們會問下一條問題 梁翁叫我… 不要急,你不要再搜尋電話 你應該知道我 不要急 我還想 下一條問題 動物題 以下動物之中 最多牙和最少牙的動物 分別是 短蜜蛾、大白鯊、蝸牛、海豚、藍瓶 這麼快 你要認識,阿姐 好… 首先是富哥 蝸牛是最多的 對… 然後最少牙是短蜜蛾 不是,阿琪 是錯的 下一個,Marco 南瓶,南瓶最多牙 最少牙應該是短蜜蛾 是錯的 這樣也錯 下一個,保錡 大白鯊最多牙 蝸牛最少牙 是錯的 然後是米媽 蝸牛是最多牙 最少牙是… 大白鯊 是錯的 真的有機會 我不對,答問題 想不到 你們兩個人的消極作戰方法 你先去聽就知道問題 他要差味 很驚訝 蝸牛 蝸牛很多牙 最少牙就是南瓶 是對的 不知道,用甚麼這麼快 最重要是你知道答案 南瓶是沒有牙的 我掌聲 蝸牛有多少牙 大約有26,000隻牙 牙齒玩完了 我真的記得了 下一條問題 to kill somebody's leg 意思是弄一個人,開他玩笑 twist someone's arm 又是甚麼意思 A,說服一個人去做一件事 還不行… 只有三個答案就好奇 答案就好 你們會重複答錯問題 最後答案是A 是Annie 答案是Annie B 是錯的 答案… 很棒… 很棒,結束了 小燕 然後是富哥 答案是B 我不是傻 好的 不會說兩下,我還會說出來 B B 對,B 我相信你,你說甚麼 B B 答案是錯的 B 他第一個選了A 第二個選了C 應該是B 你這麼簡單 應該是B 第一個選了A 第二個選了C Viuain,請問答案是… A 是對的 他不是選的 他選中嗎 那你選錯 我們選錯而已 你肯定是選中 其實你這次是怎樣 我本來已經想過答A 怎料你們前面又真的錯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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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別錯,我犯錯,不是 雖然地毯常識問答比賽 是由保錡、濟哥隊勝出 但總結四個遊戲 這次的贏家是WinWinMarco隊 你們今天得到的獎勵就是 這麼好的朋友 我們就借這個機會 幫兩位結拜 結成一生一世的好朋友 很棒,超過 很棒 很棒 贏了 恭喜你… 不是贏了,要舉起他 現在進行這個結拜儀式 有請一對結拜新兄弟姐妹 上次一步 真的很妒忌 我,楊安妮 金元宇 花巢 結王一生一世 莫逆之舊 我願對你成功 從今開始 無論新景或逆景 我將永遠… 為何愛你 幽兒永固 幽兒永固 天壯飛狗 下面這個名字 好,那你成功 喝酒 這個 慢著 我們為了慶祝這麼開心的時刻 我們也會送出一些禮物 給一對結拜的子弟 我們會送出主題樂園門票兩張 讓你們繼續去玩吧 神明祭 看來不是那麼簡單 看來是拍攝多一集 你要拍攝多一集,加油 要看三分鐘才到達 恭喜你 下次不可以再贏 下次不可以再贏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 感謝你